在少子化趨勢下 政府推動0到6歲一起養政策 但在兒少成長過程中 可能遭到不當對待或其他傷害 為了有效處理不同風險程度的通報案件 近年來衛福部積極推動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 透過培養家庭官房源 整個社區相關通報管道 提升在地對於兒少適當照顧的敏銳度 有一塊是我們一直沒有能力去處理 也就是說它的風險不高 可是它有發生事情 但是我們在人力上面又沒有辦法這麼充分 因此我們就希望能夠培養在地的一些資源 經過訓練之後 他們就在社區可以來幫忙照顧 幫忙這些家庭 對於原鄉部分 家庭官房源也都盡力使用 族人熟悉的語言或生活方式 給予最貼切服務 也會主動去關心聯絡相關單位 傳達每個家庭所需要的育兒訊息 我遇到一個是一個案家 是他們是原住民 媽媽本來在工作 但是因為生了最小的孩子 老三 他就沒有工作 就靠爸爸的一份薪水要養三個小孩 我去看見他的需要 然後幫他提出來說 那你去不需要這個樣的服務 我幫你查了有這些資料 這些資源是你們可以使用的 對於兒少的發展知識 我想在未來我們的原鄉的賠利 其實要更多的給力 那尤其有關於社會福利的支持的資源也是 那我想我們把兒少的一個育兒的知識 再加上一些福利知識 給我們部落的戶戶跟遺忘 這樣的情況底下 其實可以營造一個更好的一個社區的安全網 寒口號展現照護兒少的決心 而根據衛福部統計 110年兒少保護通報案件上升到將近8萬件 也意味保護兒少健康成長工作大大提升 希望持續藉由訓練家庭官房員 與在地緊密連結 關心所有兒少健康成長 原是新王粉底 普拉路樣台北市採訪報導